你好,李欢音,刚放出预告片不久,就让屏幕前的小伙伴们笑个不停,很多人都表示这部电影简直就是新春票房黑马,但是想要在《唐人街探案3》、《世神令》、《刺杀小说家》等一系列的大制作中脱颖而出,贾玲首次当导演又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精彩呢? 电影中还有沈腾、张小斐、陈鹤的加盟,主角是贾玲,穿越回到了1981年和母亲做朋友,现实生活中的她经历了母亲的死亡,眼睁睁看着货车夺走了她的生命,却无能为力,实际上贾玲的母亲曾经在干农货的时候,从高高的草垛上摔了下来,摔到小脑不止身亡,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,再次提起的时候贾玲还是能够面带微笑,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却有很多不切时间, 比如说,如果妈妈那个时候和别人结婚,生下另外一个孩子,生活会不会就没这么苦了,于是她就回到1981年,撮合李幻英和沈光玲,贾玲在我们印象中一直都是胖胖的,非常可爱,双衣打扮也非常接地气,完全没有距离感,但是在这部电影中,她却敢于颠覆自我,毕竟在其他的模仿秀中,贾玲的造型也挺大胆的,电影的宣传片选了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这首歌,贾玲换上了摩托。 一出场就惊艳四座,就连沈唐都看傻了。 贾玲穿上亮片上衣,穿着平常一般不穿的短裙,虽然没有想象中的性感,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 再加上调皮可爱的发型和一些装饰品,瞬间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上个世纪,那就是李幻英刚刚情窦初开的时候,虽然贾玲之前没有经历过1981年,但拍电影的时候却收集了很多当时的资料,尽可能还原父母恋爱的场景和经过。 沈腾实验的沈光临是厂长的儿子,她想要用这种身份赢得李幻英的喜欢,而且也得到了贾玲的神助攻。 但是等到电影的最后,她才知道,妈妈永远不会后悔生了她这个女儿,就算现在天人永格,还是希望贾玲能够健康快乐。 镜子蜡币真是窩蜡蜡。 镜子蜡蜡的粉丝。 镜子蜡蜡。 镜子蜡。 镜子蜡蜡。